手机摄影教育中心 是它的硬件跟相机不太一样 比较简单 它第二个特点就是软件非常的丰富 所以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安卓和iPhone的这种智能的操作系统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种多样的 拍摄和后期的软件 这是我们相机做不到的 因为相机它只管拍是吧 然后电脑才能去做后期处理 但手机里面现在是都能在手机里完成 所以这也是我们手机摄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讲述两种不同的关于摄影的软件 第一种叫拍摄软件 第二种呢是叫做后期软件 在拍摄软件里面 不管是安卓还是iPhone的手机 都自带着一种相机软件 这种软件通常比较简单 尤其是iPhone的 我现在为大家演示的是以iPhone为例 那它的拍摄软件我们看一看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横向的去拖动整个屏幕的时候 就可以切换 就是我是拍视频呢 还是拍照片呢 我是拍长方形的照片 还是拍正方形的照片呢 等等 拍全景模式啊 这个相信大家呢 基本上都是很熟练的去使用了 我们在这个方面不讲过多 但是关于iPhone的原生拍摄软件里面 有一点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触摸屏幕就是对焦的意思 而在触摸屏幕的时候呢 除了对焦 它还有测光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点这个暗处 得到的光线 和点这个天空的亮处 得到的曝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请各位啊 一定要小心 我到底点在哪个位置来曝光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般我们点在主体上 但是主体有时候 点上去以后曝光不一定对的 所以我们注意 在点M对焦 对象以后 右侧有个小太阳 这个小太阳你往下拖 它就会变得颜色比较深 往上拉 这样颜色就会变比较亮 所以这就相当于我们相机里的 曝光补偿功能 所以这个小太阳的功能呢 大家是要频繁使用的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非常可惜啊 因为我们iPhone呢 本来就 这个原生拍照软件的功能很少 它不像安卓那么丰富 所以唯一就有这么个 曝光补偿的功能 你还不知道用 就非常可惜了 那么安卓的原生拍照软件就很复杂了 你像这个索尼啊 诺基艾啊等等 这一些以拍照擅长的手机厂商 他们所生产的手机里面自带的那个拍照软件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功能 甚至有了可以手中对焦 或者是手中指定一个宽门速度等等 我在这里呢 就不为大家去做安卓的演示了 要不然两个系统早来早去的 大家看着就晕 接下来我演示的所有的软件呢 基本上都是在安卓和iPhone上都有多通用的 而且呢 操作感觉都一样 所以我就只用iPhone来为大家做演示 好吧 好 那么既然原生的这个拍照软件是比较简单的 并没有很复杂的功能 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一种 自由程度更高的拍摄软件 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好用的一种呢 可能是这个ProCam ProCam 就现在你们看到了第一排 第二个黑色的图标 它的英文单词的意思 名字的意思就是专业相机 所以我们打开它 看看它到底有多专业 好吧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角这个位置是图库 就是点它呢 就变成了到我们手机里面去看 我们已经拍过的那些照片了 我们现在呢 先不看图库的部分 点右上角的相机 返回到相机界面来 在左下角图库啊 这个小方块的右侧 有一个向上的小箭头 我们点它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 你会发现出来很多种选项 丰富的选项 我们看看第一排啊 第一排的右三个都很好理解 这是三分法 也就是黄金分割线的构图付出线 在拍摄 你想拍摄的物体是只需要把你的物体 比如说这个房子 最高的那一个它摆在左侧的这条竖线上 这就算是黄金分割线构图了 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大家都会用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是最佳兴趣点构图的辅助线 把你想摆的物体摆在这些交叉点上 比如说左上角的交叉点 或者把那朵花红花摆在右下角的交叉点上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最重要的那个物体 因为黄金分割线和最佳兴趣点的这些知识点 我都在我的构图课里面给大家详细的讲过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来讲解 它是为什么和怎么用了 只要你知道它有这些辅助的工具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黄金螺旋线 黄金螺旋线 那是最高级的一种构图方法 我在这里先都关掉它 仅仅留下最左侧的那个黄色的 像小机器人脸一样的那个东西 不知道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点左下方那个向下的箭头 关掉整个菜单 我们会发现屏幕中央有一个黄色的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有时候是白的 有时候是黄的 你可以看到当我的相机稍微有点歪的时候 手机稍微有点歪的时候 它中间的线条是断裂的 只有在我的手机摆到水平状态时 它中间这条线会连成一条直线 并且呈现黄色 这代表着你的手机放平了 放直了或者放平了 现在我们横过来试试看 只有放平的那一瞬间 它才会出现这种黄色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种放平的状态下去按一下快门 这就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把手摆平了 这是大家一个 怎么说呢 就感觉很幼稚的 但是又经常犯错的一个地方 就是白不平的手机 所以这个功能非常有用的 叫做水平1的功能 那么下面是一些构图的选项 到底选4比3的构图 选1比1的构图 还是选16比9的构图 我们手机的这个CMOS决定了 我们选4比3构图 能得到最大的一个像素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们没有特殊原因的话 是选4比3构图 但有同学可能特别喜欢1比1构图的话 那你可以选1比1构图 那这第三排的选项里面 你会选什么呢 这是图片的压缩比例 那你肯定是选4最大 会要8兆的图片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丢到一个最大的图片了 接下来下边的选项里面 我给你们简单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 延迟隐漫动作 拉屏视频 4K视频 这都是关于录像的 我就不再多讲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防手震模式 在单拍模式的 右侧的右侧 叫防手震模式 当我点了防手震模式以后 你可能并不会觉得 这个画面有什么不同 但是 现在我给你们模拟一个事情 就是 我可能手抖 我一天旅游也够累了 手有点抖 在这个抖的过程中 我按下了快门 那你会发现 我的手机 并不会立刻就拍摄这张照片 我们再看一次 左上角 屏幕左上角 会出现一个红色的 正在震动的标志 它表示 你的手正在抖动 它不让你拍照 但当你的手 刚好 在这么多的抖动中 偶尔停了一下时 我们的手机会自动帮你拍照 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不能帮你防止手震 但是它会自动选择 在你手不振的时候拍照 哪怕你一直在抖 就有一个小间隙你没抖 它就在那一个间隙里面 把照片拍下来 你想想 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做法 叫防手震模式 避免你拍出模糊的照片来 那么再往后走 还有一种是 试用的叫声音快门 声音快门是这样子的 我按了快门 你会发现 我们的手机并没有拍照 为什么不拍呢 因为它没有听到合适的声音 这个时候 你可以喊出任何的大声的声音来 什么都可以 你喊茄子也可以 喊什么也可以 我们试试看 那么现在我假设 这个手机已经摆好 自拍的这个样子了 我的手够不着这块门按钮 但是我能用这个喊声 来让我的手机给我拍照 比如说茄子 我们的手机就倒计时了5秒 并且拍了照片 我有一个学员 他比较搞笑 他不喊茄子 他喊微笑 也是可以的 你喊钱也是可以的 不管你喊什么 只要你声音够大的话 他这个手机就会自动的开始倒计时 当然你也可以不让他5秒 你可以射成2秒 也是可以的 这个后面我们再看 所以这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一些高级拍摄模式里面的两种比较有用的一种模式 最后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右下角的设置功能 这个设置功能一打开你就知道这个软件到底有多高级了 有很多很多的选项 你们可以慢慢去琢磨 我只给你们讲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呢 是地理标记一定要打开 这个是记录你的拍摄地点的 GPS地址的 这对后期我们整理照片非常有利 你可以回顾我这张照片在哪个位置拍摄的 非常准确 那时间戳一定要关掉 要不然的话就会在你的照片上打上一个大大的那个日期 非常非常难看 所以我们现在啊 是很不喜欢这一个功能的 过去我们用傻瓜机的时候还喜欢这功能 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版权啊 版权问题 版权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这个字样啊 我在这里比如说吧 我输入是我的名字和啊 我的博客地址 好 那么版权戳现在是关闭的 我把它写到打开 通过这个声音快门 我们刚才又拍了一张照片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张照片拍出来什么样子的 你们可以看到照片右下角有什么 有我的一个名字和我的这个博客地址 所以这就是版权戳的意思 它实际上就是水印了 就是你们口中说的水印 我记得之前有同学问过我这个问题 就说老师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们手机批量的给我手机拍摄的照片 也加水印的 因为现在到图片上比较严重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通过Program这个软件来拍摄照片 它自动的就会带上这个 版权戳啊 所以把版权戳这个地方打开 下面是版权戳的字号啊 是大还是小 彩色的字你们就别用了吧 都用白色的啊 白色的比较优雅一点 接下来啊 最后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格式问题 格式里边呢 它有压缩 就是GPE机压缩到0.8 0.9或者1.0的压缩 1.0就是不压缩 但是呢 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选项 叫做TIFF 也就是说这个格式是真正的完全不压缩的格式 因为所有的GPE机都是压缩格式的一种 所以如果你们手机的内存空间够大的话 也强烈的建议你们使用TIFF这个格式来拍照 后期处理中呢 这个不管是调亮一点调暗一点 这个暗部和亮部里面细节都会保留的更充沛一些 会比我们GPE机要好得多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Program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其他的功能呢 你们可以自己琢磨 琢磨不会的呢 就微信上随时问我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需要加紧时间 继续介绍第二个软件 Program其实已经基本上能解决我们所有的拍摄的需求了 除了一件事 它解决不了 就是关于慢速款文拍摄的这种夜景 那么我们就需要动用第二个软件了 这个软件呢 叫做Slow Shutter就是第一排的第三个软件Slow Shutter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这个软件的使用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也是来做一个示范 不过还是对着我的电脑屏幕啊 我的屏幕里面录了一段像是在维也纳歌剧院前拍夜景的时候 我录录了一段这个车水马龙的场景 正好来给我们做这一段示范 假设我们现在呢 就用Slow Shutter在真实的夜景中拍摄一张照片 试试看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车水马龙场景 我们按下了快门键 保持手机平稳不动 现在有一部车向我们开过来 这是它的油轨电车 你会看到这个车的经过的这个画面呢 会在画面里留下 像我们真实的这个慢速快门一样 划出这样的轨迹来 所以我刚才停止了这个拍摄啊 因为这段视频并不长 但是你应该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Slow Shutter就是慢速快门 它可以模拟真实的相机的慢速快门的效果 排出这种车灯在马路上划出轨迹的这个样式来 那么右下角有设置键 同样的里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设置 包括你的画面长矿笔尺寸 这跟刚才一样啊 还有自拍的时间 五秒后才开始拍摄 还是零秒后 其实一按快门马上就开始拍摄 同样的这个软件也提供了声音快门 你可以通过声音来控制 什么时候开始拍摄它 所以这就是慢速快门软件 是对Program软件的一个重要的功能补充 那么拍摄软件其实就这么多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后期处理的软件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呢 是最高效的一种后期处理软件 叫ViscoCam ViscoCam 这个软件其实啊 它是Lightroom上非常著名的一种插件 它最擅长做的事情 就是把照片搞成像胶片一般的 真实的有质感的这种色彩 所以当它在Lightroom上真的变得非常著名的时候 我们又有了智能的手机 所以它就做了这么一款手机上的后期处理软件 是独立于Lightroom之外的 那么现在我们打开它看一看 它的思路呢 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跟我们习惯的有点不同 它打开以后你们见到的界面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左边有一些菜单 那右边有些图片或者是空的 你们如果第一次使用的话 应该是空的 那你点左边菜单可能会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结果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最常用的是第三个选项叫Library 也就是图库 这么一个选项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VescoCam 我再次强调 当你点一下Library的话 右侧 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界面是完全空白的 你需要在顶部点加号 第二行 点加号 选择你的这个图片库里面的照片 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了讲这个课 我专门的做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手机修编范例 然后呢 我们选择右上角这一张卖卖图片 点击右下角的勾 表示我确实要选这张图片 有的人他可能想一次性多修这张图也没关系 那你就把它点出一个绿框以后 再点第二张 然后再点第三张 这没有关系的 你想选多少张都可以多选 多选完以后 一起点右下角的勾 点击以后呢 他就占据了我们VescoCam图库的上方的三个方框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一个个来看 怎么样去对他进行修饰呢 那是要点击这一个你想修的图片 双击塔 可以 或者呢 单击塔 再点左下角的这个 一把刷子和一个扳手的标志 也是可以的 点进来以后 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对他套用各种各样的胶片色彩 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样都还挺漂亮的 因为它是我们熟悉的以前所使用的一种胶片相机固有的一种色彩 所以你不管选择G1还是G2 或者是说你喜欢C1这种效果 你只要点它一下就可以套用 注意这种滤菌呢 就是我们管它叫滤菌 就是快速的调整的格式啊 就是快速的色彩调整格式 那这种滤菌有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或者说你喜欢这个但不喜欢这么浓艳 那你可以怎么办 可以在一个滤菌上 双击 调出一个浓度菜单 并且把这个滤菌调的稍微淡一点 调成0就是完全没有滤菌的效果 调成12就是滤菌最浓的效果 这样的话你可以找到你最喜欢的一个值 然后点击勾就算是调完了这张照片 那么如果你不喜欢它 你只管用下一个滤菌就好 如果你喜欢它你就留在这里 我们现在是调在F2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好看的 我们减低了它浓度 现在我们要做进一步调整 请点最下方的向上的小三角 第一个是小刷子工具 就是那个我们刚才快速套用的滤菌的工具 那第二个工具呢 是个扳手 它是更精致的一种调整工具 我们点它试试看 你会发现有一排小菜单 跟Foloshop和Lightroom里面都非常类似 第一个肯定是调亮度的 因为它是和小太阳 那第二个呢是调色温的 色温更蓝一点 还是更黄一点 都有你自己来调整 第三个是对比度 我们可以加大一点对比度 第四个注意 调整这个小竹线的位置 就可以拉动你的整个画面 把这张照片给摆平了 有可能我们照了什么照片 第五个是裁切工具 可以根据不同的长宽尺寸 你自己来选择 我们现在就要一比一的 OK没有问题 第六个是一种色阶的调整 发灰一点 还是这个圆片的样子 第七个是按角 周围要不要变暗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一种变暗 你其实根本看不太出来 这个周围是有调过变暗的那种场景 它更像是一个聚光灯的效果 所以调起来是蛮舒服的一种 会让我们的中央的主体变得更凸显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色调 是青色和紫红色之间的色调调整 饱和度 往左变得灰灰的 还是往右变得艳艳的 接下来这个按钮呢 一黑一白 这个按钮有点难理解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调整暗部的亮度 比如说我现在往右拉 你们会看到整个画面的亮部是不变的 但是暗部亮度在不断的提高 包括这个妈妈的皮鞋的部分和后面的墙体的黑色部分都在提升 所以如果你们的暗部有怀疑自己快曝光不足 想拯救回来一点的话 就用这个按钮啊 拯救暗部 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这个选项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功能跟它相反 是拯救亮部 如果你觉得你有些部分已经快曝光过度了 那么就要调整啊 这个高光的啊 这个拯救滑感 往右调 调得越多啊 这个高光就被压得越低 越暗 就不会显得有那么刺眼了 那么这两个按钮实际上是跟Vesco的第一个按钮是要配合使用的 比如说这张照片吧 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照片拍出来这个肤色它暗了 我想要白一点 那你可以点第一个按钮 加曝光啊 我把这张照片拍的亮一点 那加了曝光以后 你可能又会发现我们的墙体已经快曝光过度了 所以你就要使用高光拯救的按钮 去把墙体拉回来一点 有可能你又觉得黑色现在不够黑 那好 我们用这个对比度按钮 调高一点对比度 所以这几个按钮是配合在一起来调整整个曝光的 我们后期逻辑是在Lightroom的课里面有详细的给大家讲 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是一笔带过啊 只是为大家介绍软件 三角形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呢 也很好理解 它是一个锐化按钮 就是说越往越拉 你这个图片就显得越清晰 你们可以着重把这个眼睛看在妈妈的衣服部分 妈妈的衣服部分 还有墙角的那个黑色的那个踢脚线部分 越往右拉里面的细节就越清晰 但是真的是越清晰越好吗 也不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拍姑娘啊 那个姑娘的皮肤 如果你往右拉太狠的话 可能会显得比较粗糙 因为它太清晰了 所以适当就好 我们可能拉到一个6 觉得衣服和这个墙体的质感已经出来了 皮肤又没有受什么影响 我们就点右下角的勾啊 这个功能是叫做锐化 那接下来这个全是小点点的按钮 实际上就是加杂点的 我们拉到最右边 你可以看到画面中出现了很多的杂点 为什么要加杂点呢 因为加杂点以后 它的质感会更像是胶片的质感 更像是一个真实的画面 我们管这种完全柔和的过渡的画面 叫塑料质感 就是好像很完美 但实际上却不真实 所以有的人是希望多一点杂点 看上去会更漂亮一些 虽然它的技术层面上来说 并不是很完美的一种东西 接下来的三个按钮呢 是比较少用的 一个是高光偏色 高光往哪个方向偏呢 我们让高光偏黄 高光偏红 高光偏绿 或者是暗部偏色 比如说暗部偏红 暗部偏紫 或者暗部偏黄 暗部偏蓝 所以这是比较少用的一个功能 但是如果你想用的话 请记住双击这个彩色小块 以后和滤镜一样 它可以调浓度的 我们有时候只要一点点点勾 点勾就可以了 那么整个后期处理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就是万万不可过于贪心 我们的后期处理 虽然有时候看上去比较好看 但是一定要遵循自然的规律 不能搞得好像很怪一样 那样的话 实际上可能只有你自己觉得很过瘾 其他人看起来都会觉得太突兀了 那么VescoCamp 最后一个按钮的功能是关于肤色的 肤色的 往左拉 肤色会显得更红润 往右拉会显得更绿一些 绿有什么用呢 绿就是让那些过分红润的皮肤显得正常一点 所以这就是一个调肤色的选项 我们这里不需要调 所以到零就可以了 注意 当你所有的选项全部调完以后 直观点这个勾 我们就又回到了最初的图库的这个界面里面来 而且呢 现在有一个不同地方是 在我调过的图的右上角出现了一个扣在一起的两个白色小环 这代表这张图已经被调过了 而且已经把你调的这个内容呢 自动的上传到了VescoCamp的一个云端的服务器上 那么它真的就像Lightroom一样 有一个非常非常人性化和高级的功能 就是不管你是否已经退出了VescoCamp这个软件 当你下一次再进来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看到你调整那张图 而且双击进去 还可以看到这张图下面你曾经做过的那些修改 比如说我们用过F2的这个滤镜 并且呢用的浓度为7 比如说我们曾经调过它的曝光加挂2 而我们的对比度也加过2 等等都是在这里的 所以你随时还可以把它调回来 你如果觉得有一天你调的不够好看的话 你尽管去把它重新找出来 重新调整就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功能 最后我们在调整完毕以后 千万别忘了摁住这个小驴框 摁住我们所有觉得已经调完了的照片 比如说这三张我们都想分享出来给别人看 那么请注意右下角有一个向上的简头 点一下第一项的意思就是 save to camera roll 存到你的手机的这个图库里面去 这样的话就算真的存下来了 你也可以把它用Facebook email直接给寄出去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是Facebook用不了 所以我们就可能下面两个功能用的会稍微少一点 好所以这就是ViscoCam给大家做的介绍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软件 因为几乎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照片 都会通过ViscoCam来处理手机照片 再次强调ViscoCam是一种非常快速的 但是又略带一点点高级的处理功能的这么一个工具 如果想要快速处理手机的照片的话 非他莫属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